我自己也是那句 吉利和长气这些 我就觉得暂时可以放弃 以往因为街上没有炒 炒来炒给亚迪 然后就是炒长气和吉利 他们都有电动车概念 但是明显地现在你有理想 你有小鹏的话 你多了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选一些正宗的电动车 你会留意到吉利 出极的极黑 股价都是这样的 都是向右下角进发的 你就知道 那个极黑的概念 已经踢不起吉利 原来这么快已经下跌20元以下 所以我想这些股票就不要太大憧憬了 Chart Room有留言说 175吉利 24元有货 需不需要放掉它 其实已经迟了 21元那一刻 撒下来一圈 其实已经要离开了 现在你说 已经下来19个多的时候 也有两成多 你看看会不会 你问我 你就可以想想会不会 想着换马 我觉得如果你说 这一转车股反弹的 我想比亚迪的力度 应该会大过吉利 所以你可以想想 是否换马 搏吉利 比亚迪可以弹得快一点 你可以这样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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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